台中街头的火爆场面 首先是一名驾驶行进东区 布满计程车没有按照标线行驶 忍不住按了喇叭 双方驾驶后来在马路中央 摇下车窗互标脏化 索性没有衍生后续冲突 另外北区则是在超商前面 这名男子是喝汪了吗 布满刚刚搭上计程车 就被警方拦查 一度失控朝着远警大声咆哮 男子于是布满自己 刚搭上计程车就被远警拦查 开始不断大声咆哮 远警好言相劝无效 表示男子在不听劝告 将依社委法送办 男子这时情绪才逐渐缓和下来 二号凌晨一点多 北区进化北路的超商前 传出高分被吵架声 附近居民一看 疑似喝到醉冒冒的男子 被两名远警包围 对此辖区警方表示 远警到超商执行寻前请勿 发现计程车违规停车 才会主动上前拦查 又发现后座乘客没有系安全带 没想到要依法开单时 一身酒窃乘客就失控标骂 远警最后一规定开单 结束这场闹剧 而马路火爆冲突也发生在东区 这小客车缓缓往前行驶 下一秒右侧辆计程车 没一标线行驶 直接插入后又急杀 小客车要右转被阻挡 气氛按喇叭 双方驾驶来到路中央 摇下车窗 互不要脏话 你一言我一语 谁也不让谁 最后双方都信心然离开现场 手细没有衍生这起冲突 对此警方表示 没有接获报案 但这样的行为非常危险 如果因此酿成事故 后果不堪设想 见终中的曾经洪建民台中报道